中期的比較的話 我想都在五成以下 無論是民宿業者 還是溫泉會館業者 通通都皺眉頭 受到疫情衝擊 業績通通跌停板 只能等待政府紓困 而行政院傳來了 更好的消息 總統跟院長商量以後 覺得為了要穩住 這14萬的這個 員工的這個就業機會 所以就商量說在家嘛 如果這個雇主 他保障了八成金之下 那麼我們政府可以分擔四成 那企業分擔四成 受惠範圍包括旅行 旅宿 民宿 遊樂業等四大產業 企業業績若衰退達五成以上 員工沒有採用 勞動部減班休息補助計畫 且減薪未達兩成的 政府將連三個月 補助原薪資的四成 上限新台幣2萬元 預計14萬名員工受惠 如果真的經費 有所不足的情況之下 那會請家務部 他會擬建一個計畫出來 那向這個就業安地 進行的這個管理文會 來做一些申請 政院鼓勵業者撐下去 針對艱困企業薪資 補助不手軟 從原本編列的42億元 增加到總金額70億元 而且要用最快速度發放 最快4月就上路 基本上就是4月5月6月 疫情嚴峻對旅遊業者來說 更是個艱困的持久戰 企業若願盡一份心力留住員工 政府也展現誠意 願意支持他們渡過難關 謝謝陳佳 往臨遊到